嗨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來開箱這雙 amama near 推出的 air jordan 4 那amama near 聯名的鞋款 就是air jordan 系列 第一雙是這雙 air jordan 3 這雙 應該是我去年其中一雙最喜歡的鞋 那這就是我第一雙 air jordan 3 那它 嗯 材質我覺得 很精緻 裡面的材質我覺得很棒 另外就是它有一些小小的細節 像它鞋帶上面有些 work harder 那這雙的話因為它是女鞋 所以 嗯 有些人會覺得譬如像男生穿可能會覺得說好像比較緊 所以有些人會拿就是換算成女馬之後還打板好這樣子 那jordan 3發售之後有發售的jordan 1 我有入手jordan 1 但是後來因為我覺得沒有那麼實穿 然後設計上我沒有那麼喜歡 所以後來換了其他的鞋子 那如果說我第一雙 我第一雙 air jordan 4 是這雙vergill的 air jordan 4 在這之前我覺得就是jordan 4沒有那麼好看 但是vergill推出這雙之後我就覺得非常非常好看 所以這是我的第一雙jordan 4 這是我的第一雙jordan 3 那時候因為穿了這雙然後覺得說 欸那對jordan 4的印象就是比較好 然後就想說 Lining 4很漂亮 因為很喜歡它那個顏色的配色 結果我就穿了 結果不好穿 就是差異蠻大的 就整個很硬 然後穿起來很不舒服 所以每次看到有人穿Lining 4 不管是上班一整天 或是他走路 我就會很佩服他 就覺得他怎麼可以穿那種鞋 就是站著或走路走那麼久 因為真的很硬 但是這雙vergill這雙 可能是因為材質吧 我覺得是很舒服的 那再來我們來開箱 這雙amama near的jordan 4 他一樣外面有一個透明的罩子 開箱裡面是跟他鞋子一樣 連色的鞋盒 這次的鞋身有大概三種材質 但顏色的話是比較一致性的 那我們看看他有沒有什麼細節 他的鞋子後面這邊有寫 It's not about the shoes 另外一隻 It's about where you're going 這是他的小細節 另外他還有一個附上一個小掛牌 另外他這個 上面有一個amama near的logo 那拿到這雙就是摸他的材質 會覺得他跟 Lining Ford 穿起來的感覺可能會比較響 所以我可能就是也不會想要去穿他 因為覺得可能舒適度也不是很高 很怕我就是穿了之後 可能穿幾次就覺得不舒服 然後就不常穿 但是會先入手就是譬如說 常常有些時候你可能會覺得說 不確定要不要入手某一雙鞋 但是如果他的價格是在你覺得合理 然後可以入手的範圍之內 其實可以先把像這樣經典的鞋款先入手 然後之後就可能可以再考慮 譬如說如果你真的不想要 那你再把它賣掉 或是換成其他喜歡的鞋子 就不會說萬一有一天你又想要買的時候 也許他就價格變比較高這樣子 其實今年也推出非常多很好看的 Aerjordan 3跟Aerjordan 4 所以大家其實也不一定要入手聯名款 也可以選擇自己覺得很喜歡的配色 希望大家喜歡這間影片的內容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囉